目標是金牌 金牌 要把金牌留在 對 台灣 標槍選手鄭兆村 世大運今天一直布局成功 把金牌留在台灣 更打破亞洲記錄 成為家喻戶曉的運動明星 但沒想到他最近 在自己的Instagram上 PO出一段訓練影片 卻嚇壞不少粉絲 用黃金右手 舉起標槍 鄭兆村往前衝 在最後的助跑階段 卻沒有踩完腳步 直接往前鋪了出去 驚悚的過程 用慢動作重播 看得一清二楚 他寫下 來四川第一次投職 人生差點變黑白 引起大量粉絲留言關心 出發前 鄭兆村才在臉書上 晒出了和台灣最速男 楊俊翰的合照 表示要和中華田徑隊 一起前往四川進行訓練 為即將在8月展開的 亞運會備戰 但沒想到第一次練習投職 就出師不力 差點摔傷 幸好在影片的最後 還是可以看到鄭兆村 快速反應 抬起原本比較靠近地面的右手 敢用左手和雙腳接觸地面 避免影響投職標槍時 黃金右手的表現 記者唐一全報導 你也要不成功 你也要不成功